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議長 說 議長 黃建家 議員起來 這個 我們郎東議員起來 叫我 叫我31號 起來 這樣你覺得呢 是不是這個 他沒有叫起來啦 這第一個 第二個說 沒有 我舉手嘛 我舉手 我發言嘛 他請妳發言啊 他有叫議員起來 是叫他是請妳發言啊 對不對 他叫我31號 他有沒有叫他用號碼教他 大部分的說一次一次而已 一次就不得了了好不好 那我認為議長這樣的時候 我覺得議長他可能要解釋清楚 這個部分 對啊 可是並沒有 不要 不要變得說好像每次都是這個樣子 我說一次啊 他也可以來辯論 黃發言人 這個我剛剛也有請教過你了 你一個民進黨縣政府的市長 你去幫國民黨議長講這麼多話做什麼 是非跟黨派沒有關係 你們的行政立法關係好好 對 他們不會和諧 他們不會和諧 很和諧 很和諧 資源共諧 你不和諧嗎 不和諧 你不想跟他們和諧 所以只問黨派不問是非嗎 這個社會只要黨派不用是非嗎 所以我們現在談是非 我來請教你好了 我在文章中有提到的是說 你說公共利益嘛 公共利益所根據的這個資料 平北鐵路高價化工程補充規劃 說2036年的時候這個地方會塞車 車次會到3.1萬 請問一下你有沒有考慮到這幾年當中 人口的變化 已經掉到 你可以把資料拿出來放在縣政府上面 現在有放嗎